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全力竞选总统大位 但遇到敏感中国问题 其实就能看出他的选战布局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1月中被问问题 先是庄媒听见 你是哪一家媒体 你是哪一家媒体 你先报你的媒体的名字 隔一个礼拜跟记者反目成仇 对媒体大爆走 挑起韩粉互主神经 上了YouTuber的节目 虽笑得开心 但依旧守口如瓶 现在有哪个国家是最危害到台湾安全的 决定参选至今坑不出中国两个字 最后一场辩论会更是hold不住狂喷媒体 所以诡谓选情 韩国瑜的策略也跟着转弯 韩国瑜已经不甩中间选票 要固守韩粉铁票 学者分析韩家军同温层主要是军券以及南部外省人 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已经不再深蓝 选票亦流失 现在韩国瑜全力巩固深蓝选票 韩粉要什么 韩国瑜早知道 夸张的 愤慨的 激昂的 甚至在节目上用膝盖走路 韩粉都买单 如果只是想要捣乱 然后用那种新鲜的方式 让原来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他 那破坏之后 破坏规则之后 他会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如果无可期待 那这就是纯粹一个破坏型的脑袋者 韩国瑜选前抱走 所作所为 在旁人眼里是惊奇 在韩粉眼里是传奇 靠基本盘 能不能赢得2020 同温层也要够后才行 三雄国瑜政量保台北报道